12年的青春只剩下了三周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剧情 上集说到努哥为了救回家人 他与卡玛两人一直等待火车的到来 最终他们等到了 两人很惊讶末世20年后 还能有火车可以启动 他们在暗中观察看到了被带来的康妮 见此卡玛立刻打开对讲机 他们把康妮单独作为二号人物 但两人并不知道二号人物代表着什么 努哥想去救康妮 但卡玛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们要知道火车的终点站是哪里 而另一边 马基在昏迷中惊醒 此时的守卫已经睡着 他立刻挣脱束缚 随后叫醒旁边的神父 然后神父再去对面悄悄地叫醒罗西塔 他们准备跳车逃跑 但罗西塔与神父刚跳下去之时 在扭打的过程中 司机不幸被射杀 随后马基迅速跳车逃离 此时其他人也被带到了一处集结点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什么地方 安妮在昏迷期间 朦朦胧胧的听见了士兵对讲机的声音 两人知道了马基几人的逃离 这时典狱长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告知了所有人接下来所有的事情必须听命于他 不然他们的孩子将被处死 一行人被带下车 没错 他们要在这里为典狱长做立功 另一边的努哥与卡玛一直在沿着轨道跟踪火车的动向 两人抄近路来到火车的前方等待 但此时的努哥突然起身准备单独行动 他想救康妮 见此卡玛立刻上前劝说 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 如果我们死了那就没办法救其他人 此时的马基一直在沿着铁路前进 他听到远处传来的声音立刻躲了起来 原来在马基几人逃离后 对方就一直派然四处追捕 马基就趴在下面的勾勾中一动不动 士兵突然发现了远处的走肉 见此马基随手捡起地上的改锥 士兵直接被马基放倒 此时的努哥与卡玛也开车来到马基的面前 他们还在途中遇到了加百利与罗西塔 努哥将马基放倒的男人单独带到旁边审问 这次努哥并没有使用暴力 他知道士兵命不久已 这次努哥打起了感情牌 因为他曾经当过社区内的士兵 大部分士兵都是被迫上任 努哥知道他的家人可能也受到了威胁 但就这样男人仍然死不开口 当努哥要将男人送走之时 神父出面了 他知道男人经常去他的教堂 虽然两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但男人见到神父就是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士兵开口了 他们其他人都被带去一个地方做苦力 而刚刚几人所说的二号人物算是一个祭品 只要火车到站 二号人物就会被就地解决 最终神父送走了男人最后一程 就这样 曾经的小队再次集结 他们要救出所有人 小队再次集结